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叫大家做一款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吃的蛋糕 夹心芝士奶油奶酪蛋糕 这款蛋糕非常适合烘焙小白 就算你不会抹面,不会打发蛋清,不会打发奶油 只要有一颗想吃蛋糕的心和不败的信念 跟着这个视频一定会惊艳到自己 这款芝士蛋糕是甜咸口味的,有着四层 分别是饼干层,奶油层,奶油奶酪层和芝士夹心层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拿出一个可以炸东西的器皿 倒入100克饼干 用你喜欢的方式炸碎 过程可以忽略 就像我的样 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炸 炸碎后,倒入融化的黄油40克 此处应该有掌声 看见了吧,真的非常适合新手小白 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炸匀 然后倒入模具 炸铲铲子不拉不拉 再把它压平压紧 压紧后放入旁边待用 我们这个时候取出了一个奶油奶酪 250克 加入糖100克 或者少许 再加入酸奶油150克 再加入酸奶油150克 2汤匙的玉米淀粉 奶油120克 使出你的最大的劲把它和匀 如果奶油奶酪还没有软化成常温 和的时候会有些小颗粒 这个时候也没有关系 我们照样可以成型 倒入模具 直自模具的一半 我们放上家里的芝士片 根据个人口味 我放了五片 但是你可以放更多 你可以把它撕成小片 把剩下的蛋糕糊糊糊倒入模具 这个芝士夹心 再捅一下里面的小气泡 搅出年饭 还有西匙 方向与鳣银 apply 我们酱紂拿过去 在部头里放入 perhaps 包裹一下 用河水加热 上房 这里最適的 倒入河水 豬花 拿出另一个烤盘 里面倒入少许开水 这个时候预热烤箱到356华氏度 烤半个小时 之后将温度降至305华氏度 再烤半个小时 这是拿出来的成品 烤好之后放在烤箱一个小时 但我放了更长的时间 因为我完全忘记了 所以表面有一些开裂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照样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蛋糕 再我来一个有高度的杯子 把它放在上面脱模 这个时候满屋已经飘香了芝士味 但是等等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继续做奶油 奶油120毫升 加入50克糖 或者更少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来决定 奶油打到有些纹理 稍微可以挺得住 这个时候就可以抹面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 像我抹了就不是特别好 但是好吃就够了 最后来点缀一下 放一些蓝莓 放一些蓝莓 找到一些芝士口味的小饼干 小鱼形状的 侧面也粘几个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时候最好冻在冰箱里面 冷藏一晚或至少三到四个小时 再吃 所以我决定了冷藏一晚第二天再吃 这个时候正好出去散个布 看看这碗霞 多美呀 第二天 迫不及格的一大早就起了床 切开来看看 大家肯定很好奇 为什么这只剩了半个 其实昨晚没有抵挡住诱惑 已经半个下肚 一口下去 有奶油的奶香味 奶油奶酪和酸奶油的酸甜味 芝士夹心的咸甜味 饼干和黄油的香脆味 这丰富的层次感一起拥有 大家还不快点行动起来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